王重阳说 王重阳深知欧阳峰寄予九阴真经已久 全真教怀必其罪 欧阳峰必来枪海 于是誓愿赴南江大力 传授段志兴先天宫 先天宫本就是蛤蟆宫的克星 段志兴拥有一阳指和先天宫两相绝技 下次化身论剑 必然会是天下第一 自己死后 也不怕欧阳峰肆无忌惮 到处作恶了 为了顾及段志兴颜面 不让他觉得学了先天宫 便爱了自己一辈 王重阳还假托是切磋无意 想用先天宫换一阳指 这样的深情后裔之下 自己死后 如果欧阳峰与全真教为难 段志兴必然不会见死不救 在大力期间 王重阳多次跟段志兴和周伯通说 欧阳峰这个家伙心属不正 迟早会成为武林的祸害 欧阳峰一日不死 他就会一直打九阴真经的主意 一直找全真教的麻烦 因此全真教也会一直不得安宁 甚至有可能会亡在欧阳峰手里 段志兴当即就答应了王重阳 说以后欧阳峰如果为难全真教 他一定会出手帮助全真教 只可惜之后纠缠于英姑 周伯通的冤写之中 万念俱灰 英姑离开后 他便将红七宫请来 说要传给他先天宫和一阳指 实则是想传宫之后 就要自枪 红七宫识破他的意图 坚决不肯学 段志兴怕先天宫是传 死后无言见王重阳 这才退而求其次 若发出家 自怜自伤 不问江湖事事 更别提去找欧阳峰的麻烦了 王重阳在大理之行行后 避其假死藏在关中 欧阳峰果然重计 肆无忌惮来抢救因真经 便破官而出 一记一阳指正中欧阳峰的眉心 后因经历过度损耗而死 欧阳峰带着重伤 逃回西域白驼山庄 直到二十年后 才再次来到中原 王重阳死前 把九阴真经交给了周伯通保管 并且再次告诉周伯通 以后一定能小心欧阳峰 欧阳峰这次如果没死 以后有机会 一定要把给做了 周伯通当时也答应了王重阳 但是周伯通太贪玩了 王重阳告诫他的话 他压根就没听进去 统统一股脑的抛之脑后了 二十年之后 周伯通练就了双手护脖 七十二路空明拳 还练成了拳套的九阴真经 那个时候周伯通的武功 已经是天下第一了 如果他去诛杀欧阳峰的话 是完全有实力的 事实证明 王重阳当初的话 都一一应验了 在牛家村殿中 全真妻子以为黄耀师杀了周伯通 摆出天刚小边镇来 要跟黄耀师决一死战 欧阳峰则在一侧架桥拨火 速收余力 天刚小边镇是王重阳留下的最上城全门武功 全靠此阵 全真妻子才能抗衡武绝 守住全真教不怕为人所犯 眼见的双方是军力敌 狠斗不下 欧阳峰突然在背后偷袭 一掌打死天玄位上的弹出端 天刚小边镇被迫 全真教就此衰微 射雕三部曲里 全真教虽然声势浩大 徒子徒孙众多 但其中多是庸禄之辈 只有尹志平是其中的佼佼者 到了神雕侠侣中 马玉 秋楚基党二代子弟或老死或病弱 本一是要传给尹志平做第三代掌门人 尹志平性恋如火 嫉恶如仇 大姐不错 却因迷恋小龙女的美色而犯了错 最后尹志平自毁罪孽深重 认罪自枪 而帮尹志平创造机会 点了穴道 将它放在旷野之中的 便是疯疯癫癫的欧阳峰 我不杀伯仁 伯仁因我而死 清醒的吸毒没有亡了全真 糊涂的吸毒却在无意间斩了尹志平这个反复 导致全真教第三代彻底无人 尹志平如果没犯戒的话 他顺利继承全真教的掌教之位 以尹志平的能力 很可能会成为全真教的中心之主 可惜造化弄人 全真教仅有的独描尹志平 也间接被欧阳峰给弄废了 之后没有人才的全真教 在江湖上彻底失去了竞争力 直至消亡 每日更新 欢迎讨论 哈哈